大家好,我是鸭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较简单的小鸭子的发夹 非常的可爱 勾法很简单,对新手朋友特别友好 毛线只需要一点点就够了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学习一下吧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毛线我用的是四股的牛奶棉 三种颜色 祖色是浅黄色橙色 然后蝴蝶结的话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随便搭配 勾针选用的是3.0毫米的 4厘米的鸭嘴夹一个 装饰的眼睛一颗 剪刀 还有我们的这个热绒胶枪 没有的话胶棒也是可以的 我们首先编制小鸭子的身体的部分 环形起针 将线绕在左手上 捏住这个线圈 之后呢,勾针穿进线圈 针放到线的左侧 我们绕线带出 勾两针锁针 一、二 新手朋友可以在第二针锁针的地方做架扣 接下来我们勾15针的长针 长针就是绕线穿进针目 带线出来 现在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后两个线圈 这是一针长针 接着 两针 三针 大家将这一圈编织成15个长针啊 15针的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将这个线头给它抽紧 然后跟第一针长针 稍微有点偏右的一个针目啊 穿进去 我们勾引拔针 这是小鸭子的头 我们就完成了啊 接着我们勾它的身体 首先是四针锁针 四针锁针之后 我们勾长长针 长长针就是绕两次线 针上现在有三 三个线圈哈 穿进做引拔的针目 就是这个针目啊 这个针目现在有点小 我们 带线出来 现在针上有四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 再绕线穿过两个 再绕线穿过后面两个 这边这一针呢 就是长长针 我们勾了一针了 接着勾 第二针长长针 我们总共勾 六个长长针啊 三 四 五 最后一个 绕线带两个 绕线带两个这样子啊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长长针勾完之后 勾四针锁针 一二三四 再回到还是这一个针目里啊 我们做引拔针 引拔针之后 我们将这个支片翻转过来啊 再引拔一针 将线剪断 抽出来 拽紧 这个呢 就是小鸭子的主题部分啊 接着我们需要勾它的这个嘴巴 嘴巴我们需要换线 换个橙色的线 先将换的线绕在手上哈 之后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小鸭子脖子的地方 我们往上数三个针目 一二三 第三个针目这里入针 然后将线带出来 勾四针锁针 一二三四 之后再回到这个针目 我们将这个线头压在这里面啊 勾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之后 再勾四针锁针 再回去勾引拔针 引拔针就是将前面这个线圈 带过后面这个线圈啊 引拔针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线剪断了 剪断之后抽出来 拽紧 后面这个线头也给它拽紧哈 我们可以将线啊 给它藏在后面的这些织物里面啊 大家有大头缝合针的 可以用大头缝合针 没有的话就用勾针代替 线头大家就自己藏吧啊 就找邻近的针目 将线藏起来就可以了啊 长一段距离 就可以剪断了啊 这些线都给它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勾这个 小鸭子的蝴蝶结的部分啊 蝴蝶结呢也是环形起针 然后 我们勾 两针锁针啊 之后在这个线圈里面 勾三针长针 这个线的颜色有点深的啊 就是三针长针啊 两针了 我现在勾了 第三针长针啊 三针长针之后 两针锁针 然后再回到这个针目里面 勾引拔针 这样蝴蝶结的一半就出来了啊 我们再勾另一半 同样的勾法 两针锁针 三针长针 三针长针之后 两针锁针 然后做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线剪断了 稍微给它留长一点点啊 抽出来 将另一头 将另外一个线头 拽紧 这样子它就是一个蝴蝶结的样子了啊 我们将这些线呢 给它缠起来哈 两个线呢 就是 不同的方向去缠哈 将这个蝴蝶结这样子 给它窝一下 然后 先缠这边的 这边是这个方向缠 缠个几圈 在它后面的时候停下来 这个就往这个方向去缠 大家明白了吗 缠紧一些 好的 缠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给它打一个结就行了 后面啊 打完结之后 我们将这个蝴蝶结稍微调整一下 之后呢 线剪短一点 所有的打准备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粘结起来啊 首先粘它的眼睛 粘的时候 小心一点啊 我们在这个黑色的珠珠上面 打一点点胶 然后将这个蝴蝶结 后面的线头啊 可以先给它粘到这个蝴蝶结的 粘起来啊 先给它 然后呢 再去 给它粘到小鸭子的身上 然后我们在背面 粘个鸭嘴夹 我的这个鸭嘴夹是4厘米的啊 大家涂胶的时候 把边上这个露出来 不要涂上啊 涂在发夹上 不要涂到边缘去啊 因为我们这边缘是露在外面的啊 大家注意啊 那这样这款可爱的小鸭子发夹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有喜欢编织 爱养花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